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记者会上工会提出三点诉求 第一个 拒载并提供替代方案 第二个 竞速合余当事人工商架 第三个 针对该名外籍乘客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 经过了漫长的13天 超而航空终于出面开了计诊会 针对第一点工会的拒载要求 超而航空具体的表示 工服员确实不需要提供合作服务 下次也会针对该名外籍乘客提出要求专人陪同 针对工商架的部分 超而航空说必须由老保局才能认定 但是老公部也出来打脸超而航空说 其实超而航空大可以自己直接认定为工商 现在解释是不是工商架 工商架跟一般的并价的差别在于工商全新 而并价只有半新 今天超而航空大可以直接认定工商 给予当事人全新 但是今天超而航空把认定工商的责任推给老保局 这个结果就会造成当事人 必须要等待将近半年之久的好行政程序的事件 这对当事人无疑是另一个折磨 第三点针对该名乘客提出必要的法律行动 而这个超而航空到现在都没有回应 事件爆发至今有引起非常大的讨论 不止台湾、美国、香港、日本 都有媒体专门针对此解释提出专题报告 难道这些工服员不能拒绝吗? 是台湾的工服员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状况吗? 台湾航空公司长期强调以客为尊 导致工服员如果要拒绝旅客 会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 我不帮忙他,他直接便利在座位上怎么办? 他如果一直站在厕所,我不协助他出来 那其他旅客怎么办? 会不会在里面又发生影响非安的问题呢? 这些种种的问题导致我拒绝他 我一定会得写报告 但是到时候公司会站在我这边吗? 这些都是工服员心里可能会有些抑制 这次事件也引起少数网友的批评 我们来一一解释他们的质疑 第一个,我的质疑 当事人士工会干部 他是不是故意这么做来伤害公司? 他事后被医生诊断为急性压力症候群 他在开系诊会之前曾经跟我们说过 我是受害者,但我也是工会干部 现实不允许我软弱 我站出来就是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了 第二个质疑是 工会干部到底有没有为了效果而造谣而夸大其次? 常罗航空说该名乘客过去24次搭乘都没有异常行为 也没有搭带位置上 常罗航空说这名乘客过去24次都没有脱去行为 但是同时又说他把它列为关怀名单 如果没有异常,为什么要列入关怀? 如果列入关怀,但是为什么又没有事前告出工服员 你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呢? 带着公司说话反复 一开始说完全没有异常 后来该口说有四次,最后又说有一次 对比我们以上列出的一些空服员的现身说法 你选择相信谁呢? 其实这类事件叫做奥克凶辱 不只是空服员、铺理人员、高体员工等等都可能遇到 当部主强调以客为尊 当我们又遇上不懂得尊重专业的消费者 受顾者常常就只能尊严扫地把委屈往心里团 台湾有高达432万个无业劳动人口 又有多少人有类似的经验呢? 依据职业安全卫生法第六条 顾主有责任预防劳工在执行行务 因他人行为遭受身体或精神不法侵害 但是在台湾有多少劳工知道自己可以依法申请劳检? 又有多少劳工不敢申诉自己把委屈往心里吞? 我们的政府又能查到多少顾主违法的事项呢? 草容功夫圆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如果你敢赚出来事情是有可能可以改变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希望有更多受顾者 勇敢的把你的经验说出来 让我们一起建立一个更安全更有尊严的工作环境与服务空间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请帮我按喜欢订阅 以及分享给所有你认识的劳工朋友们 最后再帮我看个一百遍